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组出场的是陈如风 对战的是金刚 如风 别紧张 打出你自己的节奏 比赛 开始 准备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宣布本场比赛获胜的是陈入风 打得好 最后那一招太帅气了 下面出场的是马宁儿 对五十林 我宣布比赛 开始 开始 不是 我宣布 是 我宣布 是 我宣布 是 sayin 凌淳 我去方便一下 好 比赛 开始 陈如风 获胜 我宣布马尼尔获胜 陈如风获胜 这一局马尼尔获胜 这一局陈如风尚 马尼尔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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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开始 好 走 个手 不 这么好 不 不也 你们哪儿 不不 不不 来 狐风 我自己不小心 没事 骂您二人 应定也不容易 我们回去吧 来 安静 安静 我宣布 国术大赛的第一名是马尼尔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 我正式邀请马尼尔先生 担任我们国术管的武术总教练 永 fünf 幸福 哈 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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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张灵海已经死了 让我远离上海的理由不存在了 难道你忘了你不仅是张灵海的人 你还是黑龙会的人吗 如果被他们知道了你还在上海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和你在一起我怕什么 我这次来了 就不会再走了 什么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 这 我不是想要无法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是迟早的事情 而且 之前你已经被他们利用过了 那只是一次失误 我发誓 再也不会和他们有任何瓜葛 难道 你就像这样一个人吗 对 我就是像一个人 而且我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我知道你喜欢我 不过我对你的感觉 就仅仅只有同病相怜而已 没有其他的 那你总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你吧 不要再说了 我不需要任何人 你赶紧走吧 来 这 是啊 对啊 这样 大家得给我听清楚 我不管你们以前学的是什么拳 跟的是什么师父 今天 既然是我来教大家习武 就必须要接受我的规矩 我的话 有没有人反对 就代表拳头同意了 既然没有人反对 就代表拳头同意了 习武 不是过家家 更不是儿戏 我看你们以前的教练 把你们都教坏了 什么强身健体 以德服人 修身养性 这种软绵绵的虚话 我以后都不想再听到 我告诉你们 如果不能快 准 狠地击倒对手 那说什么都是空话 知道吗 好 现在开始跟着我练 准备 一 二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这叫什么马步 以前师父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马步要蹲下去一点 给我从头练 来 回到原位 继续练 继续练 我没说停 谁都不准休息 不吃苦 是练不出真功夫的 够了 你这是在折磨我们 不是在教我们功夫 你刚才说什么 好大的胆子 竟敢这样跟师父说话 哪有像你这么教权的 之前朱飘逸 朱师父 就没这么要求过我们 更别说不许提修身养性 以德服人这样的话 你们看到没有 以后不准在我面前 替朱飘逸三个字 否则这就要下场 我才是全国国术大赛的冠军 陈家沟太一臣 不是照样扮在我手下了吗 Statistics 大家看清楚没有 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 还有谁不服的 没有就给我继续练 我没说停 谁都不起休息 一起练 好 继续练 我不是要你走了吗 你还在这边干嘛 我不是要你走了吗 我知道 对你的流列是徒劳的 离开之后 我像是失去方向来的鬼魂 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 你只要不在上海待着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爱去哪儿去哪儿 你为什么留在这儿 你不就想跟你心爱的人在一起吗 我为什么不行 你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啊 因为现在的局势 根本不允许你留在这里 你留在这边只会被我牵连吗 那 那你也走吧 要不你带我一起走 我们远走高飞 去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 重新开始 我是不会走的 我要留在这边 弥补我犯的错 我答应过师父 要好好孝敬他 我也答应过思路 要照顾他一辈子 如果我抛弃他们的话 我会生不如死的 你不要犯傻了 他们已经不在了 如果你觉得对不起他们的话 你更应该好好地活着呀 活着对火而言 不是一种解脱 而是种折磨 如果你真的在乎的话 你就代替我好好地活下去好吗 好 我走了 这次走了以后 我就不会再回来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有一个人 被我伤害得很深 我想跟他说声对不起 但我实在没有勇气见他 这个人就是陈如雨吧 是吗 混账 宫崎社长早就下了命令 让我们务必看守好仓库 可是你们两个竟然在这里闲聊 跟我去看看仓库 什么人 跟我出来 起来 跟我去追 起来 你们走那边 是 我说过 你是逃不掉的 韩丽雪 不 或许我该叫你柳迎春 把面纱摘下来吧 我们俩很久没见了吧 我们俩很久没见了吧 真没想到 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真是讽刺了 这样的见面方式 我正是你想要的 少废话 把你手上的相机给我 巫灵 你真的是太卑鄙了 我真没想到 你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我 我利用你 那说明你还有利用的价值 否则的话 你以为你有命活到今天吗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你到底还是不是人 你还有没有感情啊 柳迎春 你是不是傻呀 我之前交给你的东西 你都忘了吗 做我们这一行 字典里从来没有感情 这两个字 别管废话 相机给我 做梦 对不起 英春 我们的立场不同 别动 别动 柳迎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武林 我和你不一样 在我的字典里 感情这两个字 永远存在 不管怎么说 我来上海 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你 虽然你一直在利用我 但是你也教会了我很多 今天我放了你 但是不会再有下一次 如风 放了他吧 放了他 如风 听迎春的 好 请转告 你们富山诸事会社的 宫崎社长 也就是 你们黑龙会的宫崎会长 立刻终止 对大河沙场 还有罗氏药液的侵吞 否则 他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朱飘义先生 你的话我会带到的 刘盈春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倒希望 我们永远不要再见 武林 急早守守吧 二 三 四 五 十 好 大家休息会儿 马教练 马教练 喝口水 辛苦了 让他们自己练呗 搭着天的 谢谢官长 学八级拳不是儿戏 既然我担任了总教练 就必须对得起这个位子 还是由我来吧 好 谁是马尼儿 你们谁是马尼儿啊 我就是 我们大日本空手道高手河内京 正式向你发出挑战 嗯 你就是河内京 你 我 决斗 我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挑战的 我看各位还是请回吧 你得 洛夫 喂 你说什么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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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欺人太甚了你们 谁说马尼儿怕你们的 马教练 这帮日本人都欺负到我们国术馆头上来了 你不会害怕输给他们以后 就毁了你国术冠军的名声吧 马教练 这个人荣辱和民族大义相比哪个更重要啊 我觉得男人大丈夫宁可战死擂台 也不能苟且偷生 对不对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好 擂台见 好 公企先生 玛尼儿已经接受挑战了 您找我过来 不知还有别的事吗 他接受挑战我当然知道 但我还需要他来一趟 有些事情我要和他当面谈 来这儿可能有点难度吧 他不太喜欢来这个地方 有点难度 没点难度 我请你来干什么 要知道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长期的 陈关长忘记了 没吧 没吧 那就去办吧 你说过金钱是没有国界的 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 也不会再有国界 金钱是没有国界 可人当然是有国界的 陈关长 如果我们之间的友谊出了问题 我想你也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去 还是不去 去 去 关长 您找我 来 坐 来 喝杯茶 来 喝杯茶 关长 您找我有什么事 对了 富山中士会社的宫崎先生 想让你过去一趟 关长 我这才接受了他们的挑战 就过去他们那边 恐怕有所不妥吧 说得也是啊 不过我思前想后觉得 你还是得去一趟 关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 宁儿 你就给我个面子 你去一趟吧 跟他谈一下 我想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关长 其实你我都知道 虽然说表面上 宫崎是富山注视会社的人 但其实他是上海 黑龙会的大头目 所以我实在不想跟他们 有什么过往 马宁儿 马教练 你过去的事情 我可是略知一二的 黑龙会对你来说 也不陌生是吧 对 我的确和黑龙会有些过往 但当时我是被利用的 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 好了 宁儿 我再说一次 就当给我陈明一个面子 去一下好不好 马宁儿 马先生 你终于来了 快快请坐吧 有话直说吧 要不是陈馆长 一再地要求我来 我才不会过来 既来之则安之嘛 马先生 你在我们收购大河沙场 和罗氏药叶的过程中 有过很出色的表现 所以我们 如果我当时知道 你们真正的目的 我是不会出手的 听说 你和朱飘逸是一起长大的 但他几乎夺走了你的一切 对此我深感不平 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私事 我想 就不用宁儿先生你操心了 马先生 良寝则木而起 你以你的才华 担任一个区区的武术教练 实在是可惜啊 人各有命 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慢着 马宁儿先生 如果你能在 与河内的比赛中 主动败给他 你不但能保全性命 而且 还有我富山 朱氏会社 副会长的位子 在等着你 你是说让我打假拳 好 这么说也可以 只要你接受我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 共同对付朱飘逸 你失去的一切 还可以从他那儿 再夺回来 何乐而不为呢 原来你打的 是这个如意算盘 我告诉你 我对你这个副会长的位子 根本没兴趣 我会跟他来一场 公平公正的比赛 这个甲军是不可能打的 马宁儿 你不是河内的对手 我看你有才华 这么做也是保护你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一旦你走出这扇门 可就迟了 我马宁儿 从来就不知道 什么叫后悔 可是我还不这么活 我会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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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兰 你 这些人都不得了 这些人都不得了 太阻划了 我虽然说 不太喜欢马宁儿的为人 但这毕竟是中国人 和日本人的比赛 虽然看来这和内京不怎么样 但却是招招致命啊 条一 你怎么看 我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怎么可以用硬碰硬的方法呢 那 bri 拿尾 групп 上引手 no 都招了 植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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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寧兒被日本人打成了什麼樣了 這簡直是丟我們中國人的臉 丟我們國術館的臉 我在這宣布 從今往後 馬寧兒跟國術館斷絕一切關鍵 快 小心點啊 來 小心 醫生 醫生 小心啊 醫生 快 這邊 這邊 快 快 醫生 醫生 人呢 來 我去找醫生 我也去 寧兒 堅持一下 沒事的 堅持一下 醫生很快來了 醫生 醫生 堅持一下 你 嗨 呃 幼ã 啊 小姐 你幹嘛 裡面在做手術 先生怎麼了 醫生呢 叫做手术 做手术 对啊 医生 医生 你是医生吗 来 跟我来 快点 医生 开什么玩笑啊 我正忙着呢 医生 你等一下 病人马上回来了 医生 他应该不会走太远 我们去找他 快 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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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疑 两次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穿着白色开领衫 断了左手右脚的人 离开医院 没有 我们分头找吧 好 好 这是谁啊 大家快来看看 这不是全国国术大赛总冠军马尼尔马先生吗 马尼尔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朱飘逸不是送你上医院了吗 陈铭 你是条日本狗 我是日本狗 我是日本狗 住手 马尼尔 我之前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跟你说了 可你一意孤醒 现在后悔了吧 我说过 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我们走 去死吧你 看什么看 太狡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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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 好 好 好 穿 好 好 好 你放心 他不会迟到的 好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我说个事 本场比赛 是由朱飘逸先生 主动发挑战 给日本河内晶先生的 可是他本人 现在还没到 咱们凡事得讲个规矩 讲规矩就得按规矩办 离比赛开始 还不到一分钟 如果他迟到 将会算书 我现在开始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等等 我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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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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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朱师傅已经到了 那我宣布 比赛开始 我来 谢谢 我来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我来 乱 有 救命 好… 走 他们 Greta Won't you take me to the ground? Won't you take me to the ground? Won't you take me to the ground? 走 驾 此军比赛 终飘忆火烧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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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大家都过来过来 告诉大家一个重报消息 朱飘忆真本是厉害 那天他和河内经的比赛 我可是亲眼所见的 本来他差点迟到 结果在最后一刻 他就从天而降 简直不亚于天神哪 您这说的是真事啊 还是在讲神话故事啊 是真事 那天啊我也在 刚开始呢 朱飘忆不占优势 后来啊我才发现 他是先耗着 那个日本人的力气 然后展开反攻 啪啪啪几掌下去 那个日本人啊 根本招架不住 最后啪又是一掌 直接给那小子 打到台下面去了 这么厉害啊 这就奇怪了 河内经打败了那个 国术大赛第一名马宁儿 这朱飘忆又打败了河内经 这不就说明 朱飘忆比马宁儿还厉害吗 但是这朱飘忆 怎么不是国术大赛第一名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朱飘忆没有参加国术比赛呗 我告诉你啊 功夫越是高的人越是低调 多爱争名多利 你们知道吗 马宁儿和朱飘忆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现在你们大家明白了吧 马宁儿那个国术比赛第一 是虚的 朱飘忆的比赛才是实在的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不知道那个马宁儿 要是知道这个消息 会作何感想 肯定饱受呗 那还用说 我要是他 干脆找个地方钻进去 依我之见 这马宁儿这工作 根本就不行 虚的 都是虚的 什么敌 那是假的 朱飘忆才叫厉害的 朱飘忻 朱飘忆 朱飘忆 宫崎 宫崎 我马宁儿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你等着 我一定会杀你 走 怎么样 这篇关于太极拳的稿子写得如何 写得很好 牛叔叔 你看看吧 你看就行了 那我就准备刊登了 这一次 一定要好好措措空手道的威风 好 辛苦你了 大家快看 这是上海今天啊 所有的报纸 报道的全都是飘逸 打败空手道的消息 这下河内京的空手道馆 可就要歇菜了 飘逸 这么好的消息 你怎么不开心呢 对我来说是好消息 但是对马宁而旧 他被河内京打成了重伤 而且我看得出来 那个陈明是个势力的人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对了 我查过陈明的底细 他曾经留学东亚 精通日文 跟日本人关系密切 我怀疑 这次阻拦你参加比赛的 那些地痞流氓 很可能跟陈明有关系 我真不明白 上面怎么派这么个人 来接替我的位置 不行 庸叔叔 我要去看看马宁而 我们一起去吧 就算是为了如鱼 走吧 刘叔 那我们走了 宁儿 后来 没见到 rom 那是 是 一直都受到吗 他 愿意 这 volunteer 然后回正龙县 你我从死 老死不相往来 正龙县是我最后的地方 希望你不要再强了 骂你们 他要去杀龙齐 走 我的精神 有膽怀 有膽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宁儿 你来了 对 你没有想到吧 什么事情 我是来杀你的 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 第一次 你们利用我 来敲诈大河沙场和螺石药野的股份 第二次 你们利用我的失败 来打他宣传空手道的目的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 所以我要你付出代价 你杀得了我吗 现在 我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 有什么区别 年轻人 你太天真了 你们没有背叛 我还给你 summer 月 今宅 你 想要 没 无论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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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她活不了多久了 把她扔出去 和内 加强巡逻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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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